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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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方大家好 我這間真齁 大家看一下 13.92KARA的一個木佐祖母麗 FIFI GREEN 那這個的話是 才刊登三天就賣掉了吧 Canada的一個客人 那第一次跟我買 它算是那邊的一個珠寶店 然後 所以我們這種珠寶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到歐洲美國 就變5倍10倍的價格了 但是我有一個客人他說要買那個幣席 說 欸 那幣席你買那300塊的 幹什麼 人民幣300 他說運費 我們台灣運費到美國 都要人民幣500 我說你這幹什麼 他說 放心放心 運費加石頭 還比當地便宜呢 你懂我意思嗎 當地賣太貴了 在歐美 其實珠寶呢 都會是東南亞 會比較便宜 這個13.92KARA的一個 木佐祖母麗 木佐祖母麗 也就是所謂的 它的證書會給你的養髒的 看一下第二張在這裡 這第二張的木佐祖母麗 就有一個 歐美 有沒有看到 歐美 那這一個木佐祖母麗呢 它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今天的設計 肯定是要用一個大器款的 因為 木佐祖母麗 全世界最貴的祖母麗 就是所謂的 居然認證過的 這個大器款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這個 怎麼做的一個設計 來我們進看一下 它這裡非常的豪華 它後面還有兩用 可以去結構它的一個分 它的一個設計分析 等於中間做了一個很像蝴蝶的設計 等於這裡中間有四個大水滴 然後它是朝向正向 就很像蝴蝶 然後這裡有兩個小圓鑽 然後這裡再用一個水滴 水滴 然後它就把它這一面是佔滿的 然後旁邊在一個圓形的水滴 做一個銜接之後 這四面都是一個來回的 一個重複COPY的 一個複製的模式 OK 所以它就是它的一個設計 裡面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它屁股拔下來以後 它可以 這種會比較厚重的 它會在這裡做一個 吊墜頭 可以看一下 吊墜頭也是有帶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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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木佐祖母麗 它一般的話 它顏色會比較深一點點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那種 比較便宜的祖母麗 它顏色會比較淺一點點 那老闆你就是說 越深顏色越好的意思嗎? 也不一定 有時候深到發黑 或者是真的完全沒有火光的 那它反而價錢也不一定會好 吼那 但是 以GRS來說 像我們這種都透了 就是又透了品質的 那它的顏色有點玻璃體的感覺 然後整體的激度也不錯 然後它顏色又蠻深的話 那它才有機會得到一個木佐的顏色 因為如果你今天顏色淺的話 是不可能拿到木佐的顏色的這樣子 要度得到歐美 通常它的海關會比較嚴格一點點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 石頭跟戒指都是要做一個分離式的 這四根爪子我剛剛已經把它搬到一半 四根爪子上面都是有上膠 我跟大家講一下祖母麗的鑲嵌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今天如果你們是買紅藍寶 我就不用理我了 你們要把影片關掉就不用看了 那你們今天如果是買祖母麗 買OPPO的朋友 或者是你們是買BQ的朋友 你們特有還有那個蟹石 蟹石你們知道嗎? Supin 那你們就要特別的 像我現在就要把它拔掉 不然我海關過不去 他們在海關課稅上面裸實 這是比較不課稅的 如果是這樣子叫成品珠寶的話 肯定課稅 課到你付錢 所以我現在就要把它拔掉了 那 剛剛拔到一半 我拔了一爪下不來 現在要拔量第二爪去了 當然拔這個的話也是要技巧 那箱的話更需要技巧 拔的時候爪子有可能會斷掉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它如果爪子 祖母麗爪子一般都做得跟鑽石一樣細 假如這是一顆石頭好了 這是一顆石頭 那你那個爪子有四根嘛 那你這樣趴上來 像這顆是有爪子有八根 更麻煩 趴上來趴上來趴上來 那你在爪子在趴的時候 一般紅藍寶 你就可以大力壓沒關係 不過紅寶如果你那個片 或藍寶如果你 藍寶通常不會 屁股都很高 紅寶通常有時候做得很薄片的 因為為了要保留重量嘛 3Color 4Color 它做得很薄的 那它那個爪子一下來 挖在 爪子一下來 它的紅寶就沒力壓破了 也是有可能 那我們祖母麗就更要小心 因為祖母麗它的脆度是更低 更高的 所以說當你那個爪子下來的時候 一般我們在做啦 我們就是這樣爪子 下來的時候 碰到了 我們碰到了祖母麗 我們就不會再 不會再壓下去了 爪子碰到的時候 一般師傅會這樣 再給它壓下去 壓下去 但我們祖母麗就不要再壓下去了 一碰到了 去狗這個膠水 然後 用在爪子跟它的縫隙之間 把膠水用上去 然後這樣子固定祖母麗就好了 不然 的話 因為膠水它基本上 那祖宝膠水 它是不會傷害到祖宝 然後之後你可能用一下熱水 吹風機把它吹一吹 它軟化一下 它就下來了 那我現在懶得軟化 就直接下來了 這個就是要記住 要長年累月的 這不是你今天說 你要做一個拔 你就可以拔了 這個我都是做十幾年的 才有這種風力的 一個打二十個 打二十架飛機 有它的份 OK 那我等一下拔它的石頭 拔下來以後 我們才可以把它寄到國外出 像它這個膠水 就塗得特別多 所以就特別難拔 如果你沒有拔好 或者你沒有象牵 沒有槍好的話 爪子那個腳那裡 就是有可能爆裂 就是有可能破裂 你的中骨力就破掉了 它那個膠水太多了 它上面那個 師傅塗了太多膠水 所以現在用 用熱水去軟化它 現在已經取下來了 來看一下 花了二十分鐘 看一下 這個就是木佐祖母律 這個是它的牌子 那我們可以近看 看到它上面真的上了很多膠 我的天啊 真的是搞得我半天 有沒有拍到它那裡的膠水 然後通常就是給 就是下次相供的時候 一定要清掉才能再香 不然那些膠水其實都硬化掉 已經髒掉了 已經是沒用了 這個膠沒用了 好 然後這個中骨力 它上面沒有吃到什麼膠水 其實它很漂亮 而且它的完整度也很高 那我們就是這樣子 幫它發給客人一下 OK 其他影片 記得按讚 記得分享 掰掰